今天的大话题要来聊监狱 现在部分国家的监狱系统出现了不同的问题 今天要特别带大家来提到的是英国和日本 首先英国的预政系统可说是濒临崩溃 主要是因为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 和不断被削减的预算形成了拉扯 当政府提出要除暴安良、维护正义 当然会受到选民欢迎 但一提到预算,政府却是一砍再砍 目前英格兰和威尔斯监狱的囚犯 大约是88000多人 这个数字已经是30多年前的两倍 而且官方预计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 迅速成长破10万 但是现在英国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监狱 都太过拥挤了 不但让受刑人的生活条件恶化 大多的职场培训或认知教育 也都没有办法进行 造成监狱过度拥挤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英国法院 审理的速度真的太慢了 导致有很多等待审判保释的囚犯 迟迟没有办法出狱 然而就算囚犯出狱 或者是接受缓刑 英国的社区 其实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资源 来处理社区刑罚 所以就造成英国的预政体系 陷入一团乱 再来看到远在另一端的日本 虽然没有监狱人满为患的现象 但却有刑事犯罪老年化的趋势 20多年前65岁以上的老人 大约只占整体犯罪的5% 但现在这个比例攀升到22% 其中还有高达7成以上 都是情节相对比较轻的偷窃罪 日本也因此要加重窃盗罪的刑责 却没想到反而鼓励了想要住进监狱的惯犯 也就是老人家们 日本媒体报导 当地一所监狱关押了3000多位犯人 其中每5人就有一名是65岁以上的老人 这些年长者住在不到5平方公尺的牢房里 过着却犹如养老院的生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每天早上6点就准时起床 10点钟到户外散步 吃饭时间到了牙齿不好的老人可以吃到糊状的食物 那患有慢性病怎么办 也有营养师专门控制热量和盐分 下午时段年长的受刑者会有一些简单的手作培训 另外不但有机会到浴场泡澡 晚上监狱也会定时分配药物给老年的犯人 日本媒体发现这些老人偷的都不是有价值的东西 事后也都会自首 因此分析他们犯罪只是因为寂寞或者缺乏生活照料 监狱反而给了他们一个归属感 甚至日本老年族群现在还会开玩笑表示 为了自身的健康每年要做两次劳 相当的不可思议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小铃铛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小铃铛